今天星期一带您吃炸鸡 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 摊店节目周一吃鸡 我是许太阳 今天这个在家录 为啥在家录呢 因为这家确实没啥必要去点里头 反正外卖也送嘛 今天这个可厉害了 今天我们点的永和大王 永和大王家的炸鸡腿 而且名字巨霸气 豪上天 就是他 给你们看一下 豪上天手枪腿 就我这么比着 你看着挺大的 其实他真的没有多大 跟手比 就比一般的美食炸鸡 肯定是小很多的 但是他这种 确实是我比较喜欢那种 生炸大鸡腿 就是生的鸡腿 直接放到油锅里炸 这样他的皮就会非常好吃 那尝一尝 看里头其实还是挺嫩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咸 整个他这个炸鸡腿应该是腌制过的 腌料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这个味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已经不太吃得出来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了 这个跟港式生炸大鸡腿还不一样 港式生炸大鸡腿它是基本上就是鸡腿原味呢 或有炸但他这个鸡腿是腌制过的 所以鸡肉的味道没那么香 就炸的还是很到位的 外壳比较焦脆 然后鸡肉也比较嫩嫩 也是鲜嫩多汁那种 就卖的价钱还行吧 20块钱一个 各种优惠完了大概15块钱左右 虽然没有外边美食炸鸡的鸡腿大 但是他也没有外边美食鸡腿那么贵 所以吃着还是挺爽的 大酥嫩鸡腿排 就是他既然都跟你说了是鸡腿排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鸡腿吧 要不然我都以为他是鸡胸的 闻上去就是一点点炸熟的那个蒜香味 一点面包的香味 这个就吃着挺香的 面香味很重 它面壳比较厚嘛 所以用油一炸 整个这个酥脆的口感特别棒 但我真的感觉这不像鸡腿肉 这叫金沙鸡腿排 上面这个黄黄的都是咸蛋黄 这是咸蛋黄味的炸鸡排 尝一尝 这个吃着就比较一般 你吃着它香是挺香的 但整个这个咸蛋黄 就是有点蟹的那种感觉 你吃在嘴里头 完全就是把嘴给呼起来了 吃着比较难受 完全没有那个清爽的感觉 而且你也吃不太出来这个咸蛋黄的味道 你只能吃到咸蛋黄的口感 点都点了 我们还点了一份永和大王的饭 卤肉饭 这也算是他们比较有名的了 对吧 卤肉饭夹猪排 其实我觉得不算贵吧 现在这一盒卤肉饭30块钱 卤肉煲菜还有一点点血菜 永和大王他们家 其实吃着还是挺好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不求它有多惊喜 但是它确实是能吃下去的美食 尝一尝它这个猪排 我以为是炸猪排 没想到是这种卤的 就这种东西 我来去上大学之前从来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吃的 这叫大排嘛 这大排味道还是挺香的 配上卤肉饭吃确实不错 但是有点贵 这大排也20块钱一块 然后优惠完也得15-6 吃着还挺爽的 米饭嘛就是煮的比较过的那种 非常软烂的 再来这么一勺卤肉汤汁 就整个都泡在一起 所以拌起来吃着真的挺香的 再配成一点蔬菜清口 总评一下 今天我们点的是永和大王的 好上天炸鸡腿 对吧 这是给适合小妹留的 30块钱 你就能买一盒饭加一个鸡腿 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最好吃的肯定是炸鸡腿 因为它确实是纯肉嘛 而且就是这种不裹面粉炸的 整个鸡皮上是会有那种炸过以后的焦香味的 所以吃起来真的很香 就吃着肯定是好吃的 但是它本身是腌制过的 就是吃不太出来鸡肉的味道 你只能吃到鸡肉的口感 你说它跟北京的传统美食炸鸡比 味道上我觉得还是有差距 因为它鸡腿比较小 所以它炸的很快 熟的也很快 那汁水是锁不住的 北京那种传统的美食炸鸡 鸡腿比较大 所以它能锁得住汁水 吃起来是要比这种更加的鲜嫩多汁 两个特点 两个都是各有特点 但是冲这个价钱 15块钱 我觉得确实是值得吃的 剩下两个炸鸡腿 还是炸鸡排的东西 就一般了 我觉得你有这个钱 你不是再来大鸡腿 对吧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全球收藏炸鸡肋 美食炸鸡店店 周一世纪 我是许太阳 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